一開始我們在把台灣人的這個抗爭舞鬥的現場的時候 就有把鄭南榮的這個事件放進去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了很久 最後把他這首歌就寫成火薰時代 那我想比較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可能大家在看歌詞的時候會發現 有連續幾個兩個字兩個字 例如說 鑽彎鎮島 例如說這個 有連續好幾個兩個字的對不對 那一堆都是鄭南榮先生 他那個時候為了要打破這個國民黨的言論壓制 他申請的所有的雜誌的名字 因為他可能現在這個雜誌的名字 他就馬上說你現在這個已經被禁了 那他必須要下一個月他還要發嘛 所以他就一次申請十幾個牌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歌詞有一段是在連續一直喊兩個字的 包括像全員 戰鬥 獨立 先鋒 自由 寶島等等 這些都是那個時候他的雜誌的名字 只是他後面都會加一個時代 所以就寶島時代 先鋒時代 民主時代 人權時代 他那個就是所有大家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是時代 就知道是鄭南榮的書 不管你前面灌兩個不一樣的 那所以 所以我們連續的那一段歌詞提醒大家的是 那個歌詞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連續幾個詞不知道怎麼都起來了 怎麼又是寶島 又是什麼本土 又是這些這什麼意思 這些對鄭南榮來講都是武器 當國民黨的壓制言論自由對抗的武器 那所以我們在那邊就是直接把它當成武器的方法來寫 我是覺得裡面有個還蠻屌的 就是那個 就是歌詞有個部分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是 我是 我是 對啦 那個歌詞我本來是有點怕說 我們好朋友鄭南榮基基會會不會生氣 結果沒有 我看到他的臉書專頁有幫我分享這樣 昨天臉書專頁 昨天有幫我分享 就是 歌詞有一段是 我是 臉書不是威人 不要太香 不用忌廉 我在寫這段的時候其實我自己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認為鄭南榮他希望的一個美好的台灣 根本都沒有實現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沒有臉 去任何他的紀念活動 因為我不知道用哪一張臉 或是用什麼樣子的心情去站在那邊 是跟他道歉嗎 跟他說對不起 你已經自焚了二十幾年了 我們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對不對 現在網路要被封鎖了 有什麼臉對不對 所以我那幾段其實也是我自己每次去參加 鄭南榮的紀念活動的時候的一個心情 就是我覺得對一個這樣的戰士來講 我覺得他的心情可能是這樣 就是 還有一段是 這是戰場不是房地 大概這幾句歌詞都是用這樣的心境在寫的 因為 因為如果有去過那個鄭南榮基金會會發現你進去的時候他已經把他當初的那個辦公室的地方改成真的很像一個紀念就是要燒香的那個 一個很紀念儀式的一個場所 然後 那時候一進去看到的時候會感覺有點怪怪 雖然會有點觸目驚心 因為這是就是他當初櫻火自焚的地方 然後 可是還是會覺得 你這真的是他 想要 的 他 他離開時間以後的 一個 一個樣貌 這樣 對啊 好 你的問題怎麼那麼驚啊 這是 有沒有 有沒有娛樂一點的問題 謝謝 有這邊有這邊有 除了在武德店想辦演範會之外還有想要在其他特別的地方辦演範會 有啊 京都的武德店啊 對這真的有在談喔 這真的有在談 就是 請我們日本唱片公司去談 那個 希望能夠說 來個禮拜六在台南的武德店 然後禮拜天在京都的武德店這樣 然後弄個什麼 台日交流 然後 對不對 可以弄一些配對嘛 對不對 交交男女朋友啊 這種 對 你的高點一定有 跟台詞一定有 對對對 然後 嗯 好像現在 可能 可能 會有點眉目吧 但還不確定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屌的 因為 一樣是武德店 然後卻可以拉起我們 台灣之前 就是 上一輩的歷史感 然後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 怎麼樣出生在這個地方 然後又怎麼樣的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歷史感還蠻強的 如果這個連結做起來的話 現在有武德店的地方 除了台灣 日本 那在中國的天津也有 就以前的租界 那日本的那一塊 所以如果 我那個時候的夢想 就是說 那就台南京都跟天津都辦 那但是天津不太可能 所以先那個 沒有人敢辦我們在中國的這樣 那天津不太可能 那天津不太可能